就讓我們 超越速度的點崩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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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閃爍的星塵 沒什麼 就讓我們 超越速度的點崩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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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擊無限的可能 瞬間 重現 沒速度的點崩 讓我們 在賽道之上 追逐著風 在技術網條裡 熱血飛沼 就心情劃過的狠 讓我們 在連續破路 變速平衡 在環島條裡裡 燃燒靈魂 使命運成不了我們 Let's go go 千人騰空車 像斑魂 Here we go 凌陷過門 何才升完 我心魔能 Say again Here we go 永不掩白我的連鎮 Here we go 不急便進行去山 衝破冰風 Yeah 就讓我們 超越速度的點崩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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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擊無限的可能 三天 重現 沒速度 封引隊與暴威隊硬碰 不僅是戰車與技術的較量 更是團隊精神的對決 麥可安不惜犧牲自己成就捷克 而連城小溪指引同時出現 小溪與捷克的戰車同時充現 一時勝負未分 突破極限 新老一代車神大決戰 對了 就是這樣 捷克 捷克 你的勝利 就是我們暴威隊的勝利 你錯了 也許 我們封引隊組隊的時間和經驗 都比不上你們 我也不懂得 新生隊員 讓車隊取勝的道理 我只知道 既然是同一隊 要贏 我們就要一起贏 小心 上 跑 超越速度的跌倒 Let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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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散過那星大 沒錯 就讓我們 超越速度的跌倒 Let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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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一回難看啊 什麼 神典 重現雷速的 比賽結束了 取得第一名的是 風影隊的聯城 風影隊的聯城選手 成功打進了總決賽 而風影隊的程曉溪選手 和暴威隊的捷克選手 由於戰車重現的時間太接近 我們必須借助電子感應器的數據 來判斷他們的名次 結果出來了 第二名是程曉溪 程曉溪選手以0.2秒的差距顯勝 風影隊的兩隊隊員同時出現總決賽 太好了 太好了 贏了 我們贏了 恭喜你們 謝謝你 這次能戰勝你們 也真夠運氣 不 其實我們之所以輸 是因為在賽車的理念上 我們敗給了你們 我們以為一個車隊裡 只要一個人勝出 就是整個車隊的勝利 可是真正的團隊 就應該像你們一樣 要贏 就一起贏 太好了 你們終於贏了 你們知道嗎 小敏剛才在觀眾席上 都快緊張到哭了 我哪有哭啊 你這傢伙 不到最後一刻是不會出現的 你知不知道我們有多擔心你 你們兩個傢伙真沒用 還以為你們能打敗那兩個囂張的小鬼 你這麼厲害 怎麼不見你打敗他們 這次進入總決賽 你們兩個一定要打敗菲英隊 那連城不是要對他爸爸嗎 與他交手 真的沒問題嗎 你在胡說什麼 連城他們一定會在賽場上 打敗菲英隊的 爸爸 袁濤哥哥 恭喜你順利進入總決賽 謝謝 其實這還要多謝我爸爸 因為我答應過爸爸 一定要在決賽中和他一決高下 我有點累 先回房間休息了 不用管他 小孩子就是這樣 那 你確定你這次參賽 對連城真的是好事嗎 我不是跟你說過 這次參賽是為了更好的訓練他 如果只是為了這個原因 還有很多別的辦法 這幾年 你不是已經把他訓練成一個很出色的賽手了嗎 還是 你這麼做有別的原因 其實我的心情跟你一樣 當年沒有出席比賽 讓我一直感到遺憾 這三年來 我一直想找機會 重回賽場 就是為了圓自己一個心願 不過 我跟你不同 我在賽場上的對手 跟我一點關係也沒有 但連城是你的親生兒子 你有沒有想過 在賽場上打敗他 對他的打擊會有多大 究竟是比賽重要 還是自己的兒子重要 也許你說的對 這次參賽 我是有私心 但既然走到了今天這一步 現在已經沒有退路了 還是好好的準備這場最後的決賽吧 連城 你急著約我出來 是不是已經想到 對付菲英隊的辦法了 還沒有 其實我今天找你來 是想跟你一起去玩 什麼 我們認識了這麼久 除了賽車以外 根本還一點都不了解對方 反正現在 也想不到對付菲英隊的辦法 不如趁這個機會 放下賽車 好好放鬆一下吧 說好一起去玩 結果最後還是去遊樂場 玩了一天賽車遊戲 看來我們想找一天 完全放下賽車 也不是那麼容易 其實 你是不是 因為快要和你爸爸比賽 所以不開心 我很小的時候 媽媽就已經不在了 可以說 爸爸是我唯一的親人 這次要在賽場上和他對戰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面對 連叔叔 袁涛哥哥 小夕 這麼晚了 你一個人來這裡幹什麼 明天就是決賽的日子了 你和連城 其實我是有事來找你們的 我想請你們 退出明天的總決賽 小夕 我知道你跟連城的感情很好 但是賽車的世界裡 是用實力來說話的 沒錯 作為一個賽手 無論如何 你也不能為了讓同伴取勝 而要求對手退出 你錯了 我請你們退賽 是因為 不想看到連城 親手打敗他最尊敬的爸爸 袁涛哥哥 當年是我連累你 錯過了車神一戰的機會 喂 對不起 你一直是我最尊敬的人 我真的不想在賽場上打敗你 希望你們 能夠主動退出 為什麼你覺得自己 一定能贏 雖然論技術和戰車 我和連城未必比得上你們 但是在賽道上 只有我和連城 是對方唯一的對手 所以明天 我們一定會將你們打敗的 好 既然是這樣 那我們明天 賽場見吧 不好意思 我來晚了 你們準備好了嗎 嗯 這是結合了當今國際最先進的科研成果 專門為遙控賽車設計的鋰電池 你們把它裝到戰車上 可以進一步提升戰車的動力 就算能夠提升戰車的速度 也未必能夠打敗飛鷹隊 你們還沒想到對付他們的辦法嗎 這也難怪 你們的遙控車技術 都是師承自連伊和元濤 他們對你們不僅了如指掌 而且經驗比你們豐富 除非能找到互相克制的辦法 時間快到了 還是到了賽場上再說吧 互相克制 怎麼了 我想到對付飛鷹隊的辦法了 雷促登遙控跑車世界賽 終於進入了最後的總決賽 新界的世界冠軍 將會在三十圈的比賽之後誕生 總決賽不設排位賽 防影隊的颶風閃電 幻影雷帽和飛越的急速螢光 霹靂寒冰將會同時起跑 值得大家注意的是 本場決賽將會由上一代的車神聯姨和元濤 對戰新一代賽者中 奪冠呼聲最高的聯成與成九溪 究竟他們誰會成為最後的勝利者 師傅已遲 讓我們馬上開始比賽 各位選手準備 3 2 1 開始 今天這場不僅是世界大賽的總決賽 更是我們三年前錯過的比賽 先甩掉這兩個小鬼 再來一決勝負吧 好 無極變速 好 還第一拳就想甩掉我們 小心 無極變速 聯成 你的賽車技術跟你的戰車 都是從我這裡得來的 你在賽場上的一舉一動 全都在我意料之中 這裡就是你入彎的路線 這裡交給我 元濤 你去封駐外線 嗯 來吧 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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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比賽開始沒多久 賽道上已經上演了一幕精彩的彎道超車 封鷹隊的聯軍選手和成小溪選手 以意想不到的線路突破了非鷹隊的封鎖 不可能 怎麼會這樣 太好了 只要在第一個彎道成功超車 就能獲得比賽的主動權 聯成 小溪加油啊 看來我們是太輕敵了 既然不能一下子甩掉他們 我們就各自尋找對手吧 好 我來對付颶風閃電 那幻影沒報就交給我吧 聯成和小溪 雖然憑藉剛才的超車暫時領先 不過聯一和元濤馬上就追上了 並且還利用巨風閃電和幻影雷暴減少風阻 為自己的戰車加速 真不愧是高手 你確實比我想像中厲害 但巨風閃電畢竟是我一手研發的戰車 你的散車風光 我也知道的一清二楚 無論你再怎麼努力 也不可能超越我 哼 果然是這裡 糟了 聯一是聯成的爸爸 對他賽車的習慣再熟悉不過 要一對一的比 聯成根本沒有取勝的機會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小溪 你的賽車天賦確實很高 你不僅做到了當年你答應我的事 成為了一個出色的賽手 還學會了瞬間閃儀 不過你也別忘了 這是我創造出來的招式 沒有人能夠用得比我好 瞬間閃儀 瞬間閃儀的目的 在於利用戰車的殘影 是對手無法判斷超車的路線 小溪 即使你會用我的絕招 也不可能知道我超車的方向 不可能 她怎麼會知道的 不可能 她怎麼會知道的 这次一定能打败飞音队的家伙 不 一定不会这么简单 比赛已经进行到第十拳 随着四位选手的拳速不断提高 整场比赛也在持续的升温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飞音队从开赛不久就一直压制着对手 飞音队始终找不到超车的机会 现在领先的一人是连城选手的飞风闪电 第二位是程晓曦选手的幻影雷豹 连仪的急速荧光和袁涛的霹雳寒冰 排到了第三第四位 可恶 他们怎么会在短短的时间内有这么大的进步 连城没有那样的实力的 难道真的没有取胜的机会了吗 那倒未必 等一下你要使尽全力攻击飞风闪电 可是现在发动攻击的话 他一定能避开 如果你真的想找出对付他们的方法 就照我说的去做 好 流线荧光 然是这样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之所以能一直克制着我们的攻击 是因为他们根本在用对方的战车 你说什么 我们一直以为他们两个是用自己的战车来比赛 其实他们在开赛前就已经交换了战车 他们确实很聪明 知道自己的战车和技术都是来自于我们 如果采取一般的战术 一定会陷入被动 所以他们故意交换战车来迷惑我们 我明白了 这么说我要对付的是幻影雷暴 而我的对手是飓风闪电 糟了 怎么了 其实连城和小西为了不让飞鹰队掌握自己的行动 故意交换了战车来使用 看来已经被他们识破了 啊 啊 飞鹰队再次向风影队发起了进攻 现在双方的距离进一步拉近 下个反倒就在前面 接下来他们的排位会不会发生变化呢 看来我们的把戏已经被识穿了 那又怎么样 难道这样就能打败我们了吗 好 就让他们见识一下风影队的实力吧 机会来了 机会来了 逆向无极变速 什么 可恶 我就不信追不回来 你们的战术已经被我们看穿了 这场比赛大局已定 你们别想再追上来了 没错 你们两个虽然有一点小聪明 但是你们忘了这是一场三十圈的比赛 一旦战术出现漏洞 就会满盘结束 我早说过 遥控赛车的事件并不是你们想象中那么简单 而且你们犯了一个最致命的错误 你们使用自己不熟悉的战车来比赛 即使能迷惑对手一时 只要一被发现根本就没有任何胜算 你错了 我们交换战车 并不是为了掩饰什么 也许我们确实不适应别人的战车 但是作为对手 没有人比我们更清楚对方战车的厉害之处 也正因为这样 我们才能把对方战车的长处 发挥到极限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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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联程与小夕的换车战术被识破 身为最佳对手和队友的两人 能否凭着对对方战车的了解 将上一代的车神打败 谁将成为新一代的车神 下一集大结局 赛手们的恩怨 只会在赛场上解决